韓國最大的蔡亞黨 共同民主黨的領袖李宰明 頂著讓人嚇倒了 住暗棍 這段他已經平安催眠了 李宰明說希望政治的收穩可以結束 根據警方的調查 嚴寬的動機是要做董李宰明 讓他沒辦法在後一回總統代算算掉 在這次的婚後生日 南韓蔡亞共同民主黨家的李宰明 臉上走走出便宜 可以看到讓人到最暗棍到便宜上口 也還帶了一大堆細胞 不過上市已經沒要緊了 李宰明齊十出院 登出效果 對這次議員 他們去多次懷惱 他表示報章 還加便宜 跟警察人員表示感謝 也希望能夠結束縣政治的風氣 現年六十歲的李宰明是南韓最大在亞黨 共同民主黨黨派 也曾在國會占多數 上一次總統代算以二十五萬票稍後都輸掉 李宰明去年二月 給警方指控 當時三南市長期間 涉嫌貪污收黑色情 總統因節約 加國會 九月 五月中股報 暗後 給12點 歡迎報復 警方調查結構基準 六十六歲 勝金的十五人 因為不歡迎 訴法部門 故意千言李宰明案的心理時間 稍會繼續支持者 不再犯到這次嘴刑 國民主黨黨代表人 被害者的製判 擁有被害者 被害者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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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競爭 加共 南韓政治對立 我跟他切李宰明 可能還在參與 2027年的總統代算 南韓在要在四月 紀憲國會的改選 也許我們設業的 保守派國民的兩黨 跟李宰明 共同民主黨 在民調方面是無數而已 共識新聞 定位人變異